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年十多年两国都相安无事 这个期间 南方的楚国就一日比一日强大起来 公元前613年 楚庄王红女继位 当年 楚庄王都未满20岁 掌握楚国大团的是他两个老师 斗克和公子舌 年轻的楚庄王根本不将国家大事放在心上 一切事务全由斗克和公子舌两人缺段 在职位前的三年时间里 他日头打猎 夜晚饮酒作乐 而且下了一道命令 谁敢来圈奸 就处死谁 三年过去 楚庄王毫无悔改之意 仍然日夜歌舞欢演不止 这个时候的朝廷混乱不堪 公子舌和公子姨就乘机发动叛乱 幸好 朝廷中有奴緝黎和宿贫两位忠臣 他们当机立断 平定了叛乱 但这个时候 楚国周边的国家 陈 郑 宋等小国都依附了秦国 楚国的国势已经危若累卵了 有一日 大臣成功架实在看不过眼 他请求面见楚庄王 在赴黎堂皇的宫殿里 中古斯竹之声妖良不绝 楚庄王面前的基岸上面摆满了美酒皆饺 楚庄王一面喝酒一面欣赏美女跳舞 庄王一见到成功架就问他 大夫来这里是想喝酒啊还是想看歌舞啊 成功架话中有话地说 有人叫我来猜一个谜语 我怎么都猜不出 特此来向你请教 楚庄王听到要他猜谜 觉得多有趣 一面喝酒一面问 什么谜语啊 这么难猜 你讲来听一下 成功架于是清清喉咙就说 南山上有一只大鸟 三年里面站在大树上 不飞动也不叫 这只是什么鸟 楚庄王沉思了一阵就说 这一种鸟三年不飞 一飞冲天 三年不明 一明惊人 你的意思我明白的了 你走啦 成功架以为楚庄王已经醒悟 朝政会有新的变化 就轻冲冲地和好友大臣蘇重说 两个人眼巴巴地等待住 但是楚庄王照旧厌饮享乐 蘇重见楚庄王依然没有改变 就冒死直见楚庄王 他一入宫门就大哭起来 楚庄王问 先生有什么事令到你这么伤心啊 蘇重就回答了 我为自己就来要死而伤心 还为楚庄王即将灭亡而伤心 楚庄王好吃惊 你怎么会死啊 楚庄又怎么会灭亡啊 蘇重就说了 我想劝告你 你听不入耳 肯定要杀死我啦 你经常观赏歌舞 游换打猎 不理朝政 楚庄王的灭亡 不是就在眼前了吗 楚庄王听到之后 我勃言大怒 抽出背剑指着蘇重的心口说 你不知道我下了禁令吗 蘇重面无巨色 松容不逼说 我知道 但是楚庄正事已经不可收拾 活着都没什么意思啦 请大王似神下一死 说完之后 他言颈怒目而视 静气凉凉 楚庄王也都用眼珠 紧紧地跟着蘇重 突然 他将宝剑插入剑销 上前走了几步 把手紧紧地抱着蘇重的双肩 激动地说 你才是我要寻找的国家栋梁啊 楚庄王立刻下令霸去 惡斯鼓手 歌技舞女 然后和蘇重相对移坐 促失谈心 蘇重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楚庄王因为当时朝政十分复杂 全神乱正 依附者甚多 中间难辨 才会故意装糊涂 这样做就是要让奸臣充分暴露 让忠肝意胆的言臣挺身而出 然后做他的助手 第二日 楚庄王上朝 召集文武百官 振拳立歌 楚国从此蒸蒸日上 他首先整顿内政 喜用有才能的人 将五举 蘇重 提拔到关键的职位上面 当时楚国的令韵 抖月昭野心勃勃 想要散位 楚庄王就任命了三个大神 去分担令韵的工作 削弱了他的权力 防止抖月昭作乱 楚庄王一边改革政治 一边扩充军队 加强训练军事 准备和进国决战 说成博之战的词